崔永元又有新情况,主知能称对不起大家,网友,害怕炎火烧身。 崔永元爆料事件发生后,娱乐圈安静了许多。之前有小庆还因为偷睡漏睡问题坐牢。 明星们因人人自危,低调形势。只有杨子传言放出狠药话药崔永元从地球上消失。 农林出身的朱大哥,朱之文却宣布退出娱乐圈。 崔永元爆料大小合同事件受到广大网友支持,同时原理也协同作战再次冯小刚、王中军等娱乐圈大佬。 范冰冰终于不在冯柯浪肩上了,不过已经失去了人心。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,虽然娱乐圈里明星人人自危恐怕波及自己,但是身正不怕影子歪。 朱之文没必要选择退出娱乐圈,若真有问题,退出娱乐圈也无法解决问题。 朱之文发微博称,称对不起大家,决定退出娱乐圈绝不付出,随后就删这条微博。 网友不禁猜猜对不起大家什么意思呢? 大家都知道明星的收入过高,像小鲜肉露寒片酬更是上亿元。 明星税务方面是个大问题,或许这也是最近明星人人自危恐怕引火烧身的原因。 穷人有了巨额财富后特别容易膨胀,希望我们朱大哥结身自好,保持农民艺术家的淳朴,偷睡漏睡这种事不要做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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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